现在汽车可以说是蛮大街跑 每天见到的汽车数都数不过来了 但是在这些见到的汽车中 却很少可以第一眼就留下深刻印象的 因为现在的汽车其实都大同小异 没有特别出散的设计 除非是一些超跑 造型才会显得特别一些 确实 顶级豪华汽车品牌推出的个别款超级跑车的造型 必须是足够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是不是造型独特 就会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 其实并不是 就像法拉利设计出来的一款豪车 放在法拉利总部 都30年了 至今还是没有卖出去 随随来看一下它的造型 这款豪车的造型可以说是相当的独特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宽敞的太空舱 车身很低矮 有不少网友看到这款豪车的造型之后 这款车看起来好像蛤蟆 不过不管像不像蛤蟆 总之够奇特 奇特的造型 再加上显眼的红色车漆 如果开赛座上引起的回头率 肯定也是百分之百的 不过这款豪车却没能体会到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因为并没有人来买它 所以更别说上路了 这款豪车车身比较低矮 在行程时会让人产生贴地飞翔的感觉 这种感觉可以说是相当的酷炫 但是这样的车身设计 却会让奇特的轮胎受到很大的磨损 也就是说 这款豪车的外观造型设计 存在一定的程度的不合理性 所以才导致30年来都没有人愿意来买走它 所以一款汽车受不受欢迎 除了外观造型之外 汽车的性能还有配置 是让众多消费者会考虑的问题 其实有一款车颜值再高 但是不能再开车上路的话 对于众多消费者来说也是白搭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颜值与实力兼备 才能符合广大消费者的心